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的节奏 我觉得断断续续的那种 就像船开过的时候 外滩永远是上海最深的那个印记 或者就是你给上海盖一个章 其实这个章就是外滩 台湾大宗在建筑着上海的发展 从1928年运战到现在 我是第四任大宗的管理 管理这个大宗已经28年了 外滩每天都有一个表屁 但是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那就是时间 外滩已经和我的生命有过连接了 那就是我父亲的事情 我当时在外滩拍摄剩下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外滩的太阳非常非常的 是爱死 我觉得一切都是过半了 在没接到这个项目之前 其实对外滩的感情并不是那么深 它只像明信片那样 或者是外滩这两个字这样 这次参与的外滩灯光改造项目 我觉得光 它是最接近神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要怎么去调节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赵明设计师工作最大的乐趣 上海也是第一个有这个灯泡的 所以其实等于上海开埔的时候 建成的时候 它的经历里就有光 晚上就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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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外滩的记忆里 所有美好的瞬间 都点缀在可能这首乐曲的各个段落 也许有美丽的邂逅 也许有一些思念 所以可能我音乐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就是 我想象中的晚弹最美的样子吧 他个姓人家 那人你去去人家 你人家去的人家去的头 我现在想象中的 每一道无比两个人光 都是一阶一阶的 靠了这个想象 现在这个想象的我们 比我多人留空的 你来修理一下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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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船上好多年了 在船上有十五六年了 大火 叔叔未备的靠船吃饭 正常情况过后梦想一个月过一次的 上开是个好地方 是吗 但是 感觉这里并不随我们 我们夜跑团都是一般用味道啊 这也看看直行灯 每次路过外山的时候我就就就不需要看了 外山的灯光很亮 一样一样就能看见了 必须可以带我的 heed 一个月前的门 説明